所以我们人生中呢 有很多事情特别折腾 最折腾的一件事 在你一生中必然要折腾一回的事 叫结婚 结婚就特折腾 现在的婚俗跟过去不同 过去的婚俗啊 真的是都是为自己啊 每一步都是为我们自己能够 在未来的日子里能过得幸福美满 终身大事啊 什么跨火盆啊 红红火火啊 所以过去的婚俗的每一个细节 都是为了你这个夫妻两个人 今天有点不得一样 今天呢 这结婚呢 走过的这个路啊 和这个仪式啊 基本上都是为别人看 过去结婚的目的非常清晰 就是我娶妻 是为什么呢 为了传宗接代 繁衍子孙 所以古人称什么呢 称娶媳妇 古人可不说你结婚了 说老张家老李家老王家 要娶媳妇了 今天的结婚为什么呢 今天结婚说不清 我就问了好多年轻人 我先说你结婚目的是什么呀 很多人都很茫然 说不清楚啊 有的说是我这结婚的目的 就是为了我爹妈呗 让我爹妈看看 对不对 有的人说我爷爷急了 我爷爷说你再不 你再不结婚 不生媳妇 我就看不上次代人了 所以每个人结婚呢 目的没有像过去古代的结婚 那么明确 娶媳妇 就是为了传宗接代 所以现在人呢 结婚呢 很大程度上呢 都是为别人 比如为父母 是吧 有的还是为同事 觉得同事大家都结婚 我不接也不合适 赶紧接了得了 就是给自己考虑的 不是那么多 那么我们过去结婚 我们过去结婚还跟现在 还真的不一样 我们过去结婚 也还是有些目的的 比如我们结婚啊 有一事叫分房子 我们那时候年轻啊 结婚 你不结婚 单位肯定不给你房子 我们那时候工作是分配的 房子也是分配的 尽管也弄得激增额斗的 但是它毕竟是单位分给你的 不像现在你的房子 都得自个去买吧 那么你如果在单位不结婚 那你就不能在分房子的 那个队伍里排队 就是你连排队资格都没有 所以肯定你要够了结婚年龄 你就赶紧结婚 结婚就有可能分房子 那还有呢 有的人结婚呢 那更什么了 更有目的了 有的人结婚为了入党 因为你老到岁的时候 孤身一人 你入党没有问题 人觉得你这个 不是个正常状态 是吧 我当年结婚呢 很大的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能够 离开我那温暖的家 我父母对我很好 对我越好 我那时候独立性很强 我就愿意结婚以后 离开家 自己独立生活 如果父母在 今天有很多父母在 也能孤身一人 也能出去生活 可我们那个年月 是不行的 你要出去的有理由 那就想办法结婚呗 我们的结婚率 结婚率全球化的 都是越来越低 结婚率低 肯定生孩子的 这个率就低嘛 就是我们的生育率就低 那么有的 现在就是社会学家 也在去研究提议 就是能不能通过 结婚减少纳税额 比如你每个人 都有个人所得税吧 但你两个人一结婚呢 你们两个人的 个人所得税 可以叠加计算 少纳税 这样呢 就能让更多的人 这个及早的结婚 这个对社会是有好处的 你知道 这个 刚建国的时候 我们父辈那些人 我爹妈都是 建国以后结的婚嘛 所以我们是生在和平时代 刚建国的时候 像我爹妈这样的人呢 他是 都是军人 我妈没有打过仗 我爹打过仗 我爹是在抗战 后期参加革命 然后解放战争 全线过来 就是一路打进上海 打进上海 我爹山东人呢 我妈是二代山东人 我妈算二代移民 所以我妈 这个 这个 不会说山东话 只能说北京话 我妈在17岁那年呢 就到上海当兵 当兵 在上海当了四五年兵 人家 那时候我妈就 二十 二十一二岁吧 组织给介绍给我爸的 这个 我爸呢 是这个 山东人 说山东话 人家介绍 说给你介绍一个 那时候就是组织 给你介绍一媳妇 然后一说这是山东人 我爸就愿意了 我妈的原话 原话特有意思 我妈说 你爸 这个见我 我都没来得及站起来 你爸就同意了 你看我爸这个闪婚 闪得厉害 结果呢 我爹我妈在上海结婚 举行婚礼 你不信你问他 但婚礼不是简单 简单的要死 就是大家几个人 传在一起吃顿饭 这婚就算结了 结了以后呢 俩人就搬在一起一住 一下就怀了我 所以我就在上海怀的 五四年底呢 就奉命进京嘛 进京以后呢 我五五年年初 生在三零一总医院 因为军人嘛 我的接生婆 我的接生大夫呢 是叶惠芳大夫 是三零一医院的 这个妇产科主任 刚去世 一百多岁 一百零一岁 刚去世 我还给他专门写过文 我六十岁那天 去看我的接生婆 我的接生婆那年 是一百岁 人家说你六十岁那天 居然能看到你的 接生大夫 我去看的时候 跟老太太聊得可高兴了 我觉得人生啊 这都是很神奇的事 所以我们那个年约 我爹他们那个年约 就那么很简简单单 结婚了 结婚了 也是一直就很幸福 那我结婚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我结婚的时候呢 八十年代初 我们结婚的时候 起码有自行车骑了 跟人不一样了 有结婚证啊 我都不知道 我爹妈结婚 有没有结婚证 我结婚的时候 有结婚证 我那结婚证 给你们看一眼 你们觉得乐死了 我那结婚证 有一个重要的要素 没有 我们那结婚证 根本没照片 那时候我记得 我八十年代 出门的时候 还有老带着结婚证 说你要是跟 就是你男女 要住的一起 你得出示结婚证 才能让你住 你那结婚证 连照片都没有 我那结婚证 没照片呢 它有别的 有什么呢 有一张 光荡一盖 上面写 大衣柜票已领 那时候物质频繁呀 很多人结婚呢 才有机会 买个什么东西啊 比如我们那时候结婚 就允许你买一个 大衣柜 当时结婚的时候 还有的是 允许你买一张床 你不结婚 你要床干嘛呀 对不对 你要双人床干嘛 你一单人床还不够 所以那时候呢 就是 你说那东西 那么严肃的事 他居然把一大一片 一领给你盖在 这个 这个 结婚证上啊 防止你作弊嘛 那那时候结婚呢 就是跟单位的人一说 结婚了 那时候 每个单位都有这么一个 特热心的 工会 工会大姐呢 就是到处拿着个小本 然后去传份子钱 那时候份子钱最少的时候啊 我记得印象中 最少的时候 可能就是 一保两毛钱 好的时候就一块两块钱 就一车间 一百多号人传一份子 你知道 你这人情搭的啊 都得记得住 这个 这个现在这个传份子 我也不知道传不传 我也不知道啊 包括我们这个博馆里 有没有人结婚传份子 我想好像没有了 现在人不讲这个了 过去呢 传完份子以后呢 这钱这一堆啊 搁在这 你算多少钱 然后专门有一个 勤俭持家的大姐 跑到商店里 给你买什么呢 买锅呀 锅耳瓢勺啊 买脸盆呢 买什么枕筋呢 买背面 反正能买什么 这个性价比最好的 买一堆 结婚的时候 这些都是同事送的 你今天想想这事 其实挺温暖的 当时 我觉得有一种标配 是什么呢 暖壶 大红暖壶 像这种暖壶 都很怀旧 我比我们再早一点的 那些老师傅们 他们在 就是比我再早个 十年结婚的人呢 那时候正值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 这些那些人结婚呢 他因为比我们早十年嘛 就是那讲究革命的婚礼 那时候都是挂一毛主席相 然后招待人吃个糖 就完事了 那时候还都 送东西都送的比我们还少点 我们那时候起码改革开放开始了 那时候农村也是农村收礼 农村收礼我觉得比城市 就是讲究 城市不讲究 城市这个送礼都是 就是这种传分子 传分子都是那种 有点那种 很低调 很低调 对我找不着词 就很低调 这个农村不是 农村是高调 农村特别讲究 畅收畅付 中国这个过去商业上 有个特别好的习惯 就是畅收畅付 一拿你的钱 一定要嚷嚷出来 说拿您五块钱 说找三块两毛八 就是他都得说出来 让所有人旁边人都听见 这防止发生错误 所以过去农村呢 这个收婚礼的时候 收粪子钱呢 畅收畅付 畅收畅付的时候 特有意思 你要听农村畅收畅付 就是说 这个比如 这个村东头老李家 送随粪子两块钱 两块钱 村南头老张家 内收两块钱 你听不懂了 你说什么叫内收啊 我告诉你 内收啊是一行话 内收就是欠着 打一百条 我去送礼 没钱 那说人家穷啊 又想凑这热闹 吃顿饭 没钱怎么办呢 就说我送 我随两块钱礼 但我没钱 欠着 欠着呢 我告诉你 有一好处 有一什么好处呢 当你有喜事的时候吧 您这欠条就回来了 你用不着拿钱 你比如说 你不是上回内收吗 欠人两块钱 到人家送你礼的时候呢 人也内收啊 内收啊 两块钱啊 就是免去上回内收 两块钱 就是互相 谁也不给钱 凑一热闹 挺淳朴的民风 都记住了 内收 那么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啊 就是我们上一代人的结婚呢 那真的都叫革命的婚礼 简朴啊 两个人就搬一块 革命嘛 那时候革命成功 什么叫革命成功 1949年10月1日 新中国建立 这就叫革命成功 这个从192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一直到1949年 28年 这革命成功 整个这国家 翻天覆地 变成了一个新中国 所以这种革命的成功呢 给那一代人 那个革命成功了嘛 可以结婚了嘛 所以那婚礼都叫革命婚礼 革命婚礼 至少拐一面国旗 都是先红的 有时候呢 就是跑到这个 大礼堂 跑到大礼堂 分点瓜子 花生啊 就是弄一茶花会 对对对 就像茶花会一样的 这婚礼就算完了 我在 我年轻的时候 看过一篇 关于中国人的爱情的一个杂文 它是这么写的 它说 这个就是 它说的就是五六十年代的事啊 说当时中国人的爱情是这样 工人啊 工人呢 这个整宿的谈 技术革新啊 你知道技术革新 在当时工厂里 是主旋律 那说农民谈什么呢 农民就是跟老婆呀 整宿的谈改良土壤啊 就是我们原来讲过 农业的八字方针 农业的八字方针的 第一个字就是土 土肥水肿密保管工啊 八个字 就中国的农业呢 是在这个八个字里周旋 第一土 叫改良土壤 因为中国的土地啊 中国人真的是勤奋 中国的土地 只有东北是肥沃的 这个黑土地 我们的陕西高原都叫黄土地 黄土地 腐植值就差 就没那么肥沃 那我们再往这个南方走 你比如你到江西湖南这些地方 那地方土都特贫瘠 那土都少进沙子 都是红土地 红土地呢 除了含铁 其他什么都不含啊 就不富 所以改良土壤呢 就是尽可能地往里融进农家肥 所以过去 我们在农村 真的 那个农民都是这样啊 为了自己的农家肥 肚子内疾 都舍不得在外面拉 都得跑着回家 拉自个家里去 最后 半成农家肥 所以这个农民呢 就要讲究改良土壤 那么这文章写的意思 有意思啊 他就说 工人啊 整朽的谈技术革新 农民整朽的谈改良土壤 他说 至于党委书记的爱情是什么呢 就是 媳妇有病 不回家 讲究工作第一啊 所以 这就是他爱情的一个标志 这个小文写的啊 有点 有点灰胁啊 但是他确实反映了那一代人的 这个人生的态度 这个人生态度 我们知道对爱情 我们讲爱情啊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 那么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 我们刚才讲 那一代人 我们的上一代人 他叫 他讲究的都是革命的婚礼 但到我们这会儿呢 就基本是战斗的婚礼 什么叫战斗的婚礼呢 我们是那个战斗的婚礼的尾声了 就是我十八十年代初截的婚 那七十年代的人呢 都是那时候讲究战斗啊 都是这个 有一首歌 我也不知道 你们姿子不知道啊 那歌我真的 这个 我说完以后编导音 给我找出来给我配上 叫东风吹战鼓雷 就是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啊 就是你现在老说 究竟谁怕谁 最初这个梗 就从那来的 东风吹战鼓雷 所以当时 中国人都是一种战斗的心态 比如啊 他的新郎新娘经常说 就是我们为了这个 我们的战斗友谊 终于走到一起了 我的妈呀 您那夫妻之间 还有战斗的友谊啊 我就说这个 我想起一个事啊 1977年恢复高考 北京的高考作文的题目是什么 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知道 我们那个年年月的人都知道 这篇 这篇高考作文的命题作文的题目就叫 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你想想 我们从上到下 连高考作文都提 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所以那时候的 所有的婚姻的状态 都叫战斗的婚礼 所以我老说 你一看 这状态是这样的 这人都这样的 肯定就是那个年月的人 对吧 那么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由于改革开放 我们今年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啊 下半年都是有 很重要的庆祝活动 那么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慢慢慢慢 这个物质就丰富起来了 就是这个物质一丰富 结婚就讲究了 结婚讲究呢 有意思 我这个 曾经在一个 这个朋友的婚礼上啊 因为有时候朋友结婚 我其实不是太爱凑热的 别人那朋友请我嘛 那我就去 去了以后呢 人家肯定让我发发言嘛 发发言呢 我就讲讲我的这个 爱情理论 我有一个爱情理论 这个我 我过去不公开说 不公开说 我私下有时候跟人讲讲 后来我在朋友的这个婚礼上啊 人家说一定让我讲讲 然后他们俩呢 就讲得特好 就说我们俩怎么怎么相识的 我们俩怎么怎么相爱的 我们俩怎么怎么要白头偕老 我们俩特别希望 就是几十年以后到晚年的时候 我们依然能拉着手去看西洋啊 说的就很煽情 很浪漫 然后我上去就说 我说我也希望你们这样 就是你们到晚年的时候呢 两个人能手拉手的 能看西洋的时候呢 就千万别忘了一件事 千万别忘了回头 回头的时候呢 我说我一定 就远处坐在轮椅上的那个人就是我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说的这话的意思是说 你每个人下决心都很容易啊 但是你说完这个话 一定是有人监督的 你说你几十年以后 两个人拉着手去看西洋的时候 你要想 你当时说这话是几十年前说的 我们都是见证人啊 所以我就在这个婚礼上 讲了我的所谓的半球理论 我的这个半球理论啊 其实很简单 我就说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啊 你在婚姻社会上 你就是半个球 这很简单 你必须捏合在一起才能滚动 对不对 你半个球怎么滚呢 你肯定一下都滚不了 那么你甭管你是男人和女人 你在我们这个婚姻社会中 你就是半个球 两个人往一块一捏 你就能滚动 但有一点 这个男女之间的直径不一 你很难保证 你们两个人直径是一致的 如果直径相差不大 就差一点 那你完全可以呢 磕磕绊绊地往前滚动 对不对 这个道理大家都很容易就理解 你在这个滚动当中 你慢慢慢慢慢慢 两个人就磨平了 就滚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就越来越舒服 如果你的直径差的比较大 你这半球和人家那半球差距比较大 如 无论你开始的力量有多大 就是你推动他的力量有多大 这个力量就是爱情 你们俩半径不好 但是爱情的力量大 把你们推起来 光当一滚 这时基本上您就滚动几下 就坑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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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几下就滚不动了 那滚不动怎么办呢 一拍两散 一拍两散 另找新人 那两个人直径完全一致的 是极为罕见的 有没有啊 那肯定有嘛 我说啊 就是天下如果真有那一见钟情 两个人一下 就是一见钟情就看上眼了 然后又能结婚 结婚以后一生也没办过嘴 没生过气 没吵过架 然后能同日啊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这个走啊 别说死 同日两个人能拉手生天 有没有这种人呢 我说如果有 这人就是神险 对不对 那么这个我在讲这个爱情啊 就是这种直径 半球理论的时候呢 我说他这个爱情的直径啊 他不是一种科学的数据 他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数据 去表达去衡量 他是一个文学的表述 所以他非常的复杂 随时可以变化 他的构成是什么呢 简单的说 你的家庭背景 你的个人的文化教育 还有你的性格 还有你的人生经历 乃至癖好等等 他由多重因素组成 那么外力啊 只要外力一出现 他可以临时 或者永久的改变你的直径 所谓外外力出现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你的人生中 你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人 比如比你找到女朋友更漂亮的人出现了 他也追求你 或者说比你找到更帅的男朋友出现了 他也追求你 各种原因你都可能改变你的直径 所以呢 一个人我老说你的直径 是否坚强坚硬 它实际上有赖于你自己的修养和对方的一个帮助 就是你两个人能不能在一块 能粘合在一起 很好的这个滚动起来 滚动你这一生呢 实际上就是人生的一场这种一种修炼 一种修炼 爱呀本身是抽象的 但情呢是具象的 两个人感情是很容易看清楚的 爱情呢 它是一种很自然的 但是婚姻状态不是自然的 因为婚姻状态是人文规定的 人文规定的 那么在这个我们经营的这个爱情呢 是在法律和道德的框架下经营爱情 所以它是人类自己给自己出的一道难题 你如果知道了自己就是半个球 还知道自己有个直径这么个东西 很抽象的一个直径的东西 这个直径是有局限的 那你就知道怎么去对付我们所谓的这种半球理论 那我们结婚是这样 我们刚才讲了很多这种婚姻 讲了五六十年代 我们父辈人的那种革命式的婚姻 比如我们七八十年代 我们这代人的战斗式的婚姻 它这些呢 实际上都把我们过去传统社会中的很多很多 这个程序和仪式感给简化了 我们过去啊 在我们的传统社会中 最大的一个仪式感是什么 我想你们现在都知道 我们今天有时候做中式的传统婚姻 都像模像样的啊 就假不假事的做这么一下 叫什么呢 盖头 盖头就一块大红布 把你脑袋一怪 不是把你的脑袋 是把这个妻子的脑袋 把女人的脑袋一盖 你知道他为什么过去人盖着啊 第一 让你有幻想 过去这男的在这个结婚的时候啊 这个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啊 都是介绍来的 没见过这女的 从来没见过 这女的如果是大家闺秀 从来都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啊 谁都没有这个见过这女孩 收拾干净了啊 都弄好了 最后把盖头一盖 这一盖从大清早一直盖到晚上 都不让你看见 那么你看见没看见 这女的看见了 就看见一个盖着红布的 一个女的 呼呼悠悠呼呼悠悠这一天 然后你想 你那个内心的感受啊 被被这个啊 诱惑的啊 到了个顶端 你看不见的东西是最美的 你想象出来的东西是最美的是吧 比如这女的长得一般般啊 就按照我们大家都能理解的 打分标准 说这女的长得一般般 就六十分是吧 你想 她给捣持捣持 化化妆 折腾折腾啊 这就变成七十分了啊 如果你盖上一盖头 你等待 等待半天啊 你想你这等待的心境 又上去十分 这就八十分了是吧 再收拾收拾啊 如果你再去弄个整容什么 你一掀开 这就一百分了 所以这个掀开的那一瞬间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盖头啊 在过去 它的确是在你婚姻的程序当中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我见过现在的新式婚姻啊 也弄一盖头 这事就 您都 哎 我不好意思说 您都做了什么 您都奉子成婚了 您再弄一盖头 没有任何想象 您就是走一流程 是吧 过去是真的有想象 您想这女的你都没见过 你听她的 哎呦 这里头盖着 而且你说你抓耳挠塞的 这一天你都看不着她 您想你多么期盼 晚上啊 进了洞房 人都退去 你把这个红盖头一掀 蜡烛正好灭了 你谁没看见 然后你在这一宿啊 如梦如幻 我们今天的啊 每个人的这个婚姻呢 它第一步就是 你对社会公事的 你的结婚 就是我们所谓的婚礼 我们的婚礼啊 今天的婚礼啊 我觉得大部分人啊 都是在结婚前 把结婚后该干的事 都先干了啊 我们那个年月 这种事还不多呢 这个我们上一代人 几乎没这种事 就是你不结婚 你不可能 把你结婚后的事 提前办了 然后你后来补业婚礼 甚至奉子成婚 这是不可能的 过去奉子成婚 得丢多的人呢 现在没有这事 所以现在要举行婚礼 这个婚礼 很大程度上 是做给这个社会看 因为我碰到过很多啊 就现在结婚的年轻人 都是 结婚的那天 最后怒火万丈 事后都要说 我那天都不想容忍了 要不是那天 都是考虑我爹妈的感受 我就干脆就不结了 受不了了 被折腾的要死 大早上 三四点钟就得起床 女的就得化妆 男的就得折腾 男的要接新娘 女的化妆要等着来接 接新娘 现在各种城汐 各地都不一样 我看过很多那种 过火的视频 闹洞房实在不像话 有的是喷各种东西 有的还有危险 什么碰得一下着了 什么等等 那么闹洞房 今天闹婚礼呢 现在在全国各地的 全都不一样 很多地方非常的过火 是一种陋习 但是 你要要熬过这一关 我们那个年月的时候 结婚呢 我觉得对新娘最难的一关 就是给所有人点烟 那点烟都不好好抽 那时候我记得在工厂 谁结婚都是 给师父们点烟 每个师父拿着个烟 要不然就不做 要不然就往外吹 要不然就不让你点着 你不花个三根火柴 四根火柴 你甭想把师父的烟点着 你想这一个婚礼 一百个人 你光点烟 照一个钟头就出去了 那时候那种折腾呢 好歹还是一种比较善意的 现在我看有很多 各地的闹洞房呢 已经变成了不那么善意 让新郎强忍着内心的怒火 新娘呢就十分不是这种 这种实在不顾理的这种闹法 你比如我在这个香港看到 香港那个 你也说不上来 他那个是怎么个闹法 他把那个新娘啊 这个和新郎呢 搁在一桌子上 能见到大餐厅里 谁都看得见 让这个男的站在那 然后呢 从他左裤腿里 搁一生鸡蛋 那生鸡蛋还专门让人敲一下 让你看确实是生的 从左裤腿进去 然后让这个新娘呢 一点一点把这个鸡蛋 弄到当上 然后再从右裤腿下来 这个过程不停地 有人推散他 推散他 就希望他这个鸡蛋给弄碎了 你说这算一个 婚礼中的游戏吗 我觉得这种游戏 大可不必去做 今天啊 由于城市中婚姻的这种仪式感呢 是使很多人惧怕这个结婚的婚姻 所以有人就说算了 我不举行这婚礼了 我出去旅行结婚吧 要不然呢 就约一点最好的朋友啊 那么个十个二十个人 到找一个旅游景点 结个婚啊 拍拍照 然后呢 回来呢 给大家分点洗堂 我觉得也挺好 结婚有很多种方式 你可以大张其苦 做这个巨大的场面 请所有的朋友 你也可以啊 就独处啊 就家里几个亲人吃一顿饭 我那时候结婚 就是几个亲人吃顿饭 拉倒拉 当然我们那个年月 有条件问题啊 今天没有条件问题 就是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啊 这个是是有能力的啊 这个举行盛大的婚礼啊 不怕花钱 我们也看到啊 每年都有 这个新闻上都有 这种土豪富豪 嫁女啊 或者结婚 那么这种 这种结婚的仪式 普遍的是给社会一个信号 就是你结婚了 但是对你来说呢 就没什么可幸福的 因为你所有该办的事 你事先都办完了 你说你事先办完了 你在举行这样一个婚礼 如果过于劳腿 过于辛苦 过于心烦 你一定感觉不好 所以 我觉得啊 就是今天 如果 你想举办一个 这个 自己舒适的婚礼 一定要量力而行 不是说你有多少钱 你做多大的婚礼 就是说你一定要想 你有多大的承受力 我们今天说了半天 说了一个爱情 爱情这事很麻烦 我们查一下字典 这爱情这个词啊 你仔细想 你解释不了什么叫爱情 你一查字典 你就乐了 在字典上告诉你 什么叫爱情呢 就是爱慕的感情 那不等于没说吗